昨天的希特卡下起了大雪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会是个相当不错的晴天 我们就决定出发前往Vistovia雪山 而半天的雪呢 就让山头已经微微发白了 Vistovia靠我之前去徒步的海犁湖很近 山下一副快要进入春天的感觉 沟沟 露娜大概是很久没有爬山 超级兴奋 不断地来回地跑 途中她还找到了一根 她特别喜欢的长木棍 甚至尝试要把一些枝叉给咬掉 越往山顶积雪越深 我们在山上也只遇到了一个来花野雪的姑娘 其他真的一个人也没有碰到 整个世界非常的安静 可以看到 真的是个山 而且今天 连风都非常的小声 只有踩在雪地上的时候 产生的叙叙哑哑的声音 云山也被雪半动不动的装扮了起来 真的有点冰雪奇缘那味了 不过呢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把那双特别难穿的古董滑雪鞋随身携带 那个真的穿起来也挺危险的 所以我们在距离山顶 还有一百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呢 就决定返程了 因为雪也越来越深 我们感觉到雪的深度基本上已经快到膝盖了 所以就提早结束了今天Verstovia雪山的一个徒步 在下山的时候呢 我还摔了很多次 因为真的比较抖又非常的滑 Luna她真的是一只超级贴心的狗狗 看到我摔倒之后 立刻跑回来 而且是很多次跑回来看 确认我没有事情 她才放心地往前走 就是这次跑回来 这次跑回来 就是这次跑回来 是一个赚 Read 就那次跑回来 了 这次跑回来 要就是把刘打和华 就跑回来 感谢观看